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11月2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走势的部分 指数虽然今天早盘开高 一度上涨了这个56点的幅度 但是今天再度的后继无力 开高涨56点 这个地方盘中10点过后翻黑下去 一度跌77点 当然也不算跌很深 收盘小跌23点 以17642点做收 不过指数再度开高走低之后 从上礼拜五冲高到17986的高点 现在已经出现日K四连黑 连续四天都是收黑K的 这种状况在指数18000点关前 连续日K四连黑量缩整理 量今天缩到不到3000亿 只有2918亿 是不是代表大盘涨到这里 高点已经到了 18000过不去了呢 那以及更重要的对很多投资人来讲 指数前阵子上涨 没有赚到钱 现在大盘一个高档震荡 哇反而更难赚 更容易赔钱了 怎么办呢 好这个部分 针对盘式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做说明 那重点是我们先来看看 现龙老师今天的快打当冲作战 在这种盘式当中 是不是一样能够去帮会员朋友 掌握到赚钱机会 来看一下今天 这个地方给会员朋友操作的指令 11月24号 今天这个地方 每天第一步 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不要盲目的追高杀低 先观察盘式结构 再来决定多空 那像今天9点08分 第一通指令 就帮会员朋友观察 美股礼拜二 呈现涨跌互建局势之下 台股的台积电的ADR 是下跌了2.7%的 那小NAS的起始 早盘也在平盘上下整理 换句话说 美股最近也是出现了高档震荡的局势了 那台股指数的部分 开个平高 小涨14点开出 手盘是个多方量 有要拉升 但是这个手盘的量 只有多少 224亿而已 很明显 今天的量 虽然想要拉 却是这个地方 攻击力道不足 整个预估量 不到3000亿 出现个明显量缩的走势了 那明显量缩的走势 加上起止的涨幅 又比现货略微小了一些 所以我研判 今天大盘虽然开高 一度涨50几点 可以做多吗 我研判今天的盘势 大概就是个量缩整理盘 那这种量缩整理盘 要特别提防的 不是指数 指数或许没有跌很多 要提防的是 早盘出量拉高的股票 如果后继无力了 你会看到 下半场很容易多杀多 换句话说 这种盘如果你看到 早盘哪些股票出量在拉高 你以为这叫强势股 你跑去追 你很容易怎样 追在高点 下半场反而杀下来 反而会赔钱 所以这种盘 我反而常常建议会员配 量缩整理盘 应该采取的是反市场操作 也就是看看哪些股票 早盘出量拉高 拉不上去 别人再追 追到高点 可能尾盘会杀 那我们就在这地方 趁机先卖嘛 对不对 等到别人杀下来 我们就被低档可以回补 可以赚钱了吗 好 是不是这样 看一下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 8046的南电 最近利多频传 预期载版说缺口加大 2024年年底产能要增 这都不是重点 因为我们做当冲 更专注的是在短线技术面的一个变化 大户到底在做些什么 那这个从技术面 可以观察的出来 来看一下 像今天的南电 哇 早盘是开高一路的往上冲 这是一分线图 盘中都还有那种 单笔100张的大买单 来做敲进 那很多人看到 哇 冲高上去大单敲进 就这样 就赶快追啊 可是 县荣老师会提醒大家 像这种盘出量拉高 散户抢进之后 如果你观察到 接下来跌落大单敲进成本 跌落早盘的均价 均价现在下滑 这个就有可能是大户拉高之后 反手出货的迹象了 那加上动能指标 这个地方也看到翻黑了 出现转弱讯号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还可以这地方再追吗 当别人在看到大单敲进 追高的时候 县荣老师采取反市场操作的短空 也就是当冲 我们反而先卖后马 别人喜欢看大单 就拉高去追 我们就先卖 那看看结果如何 这是10点56分 当时的股价在573人附近 我们今天快打当冲标的 短空8046的南电 短线技术面 转弱讯号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在573附近先做卖出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所以你看当时的股价573块 转折讯号出现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先卖之后 看到股价11点过后 真的就开始一路的往下走 后来建议大家563元 这是在11点52分发出的通知 早盘建议573元附近短空先卖的8046南电 可以在市价563元以下买回来入贷为安 那后来最低来到多少 12点左右来到561块 所以563以下 各位投资官你看到都可以买的回来 那573卖出563买回最低561 这样子就是多少 10块以上的价差 不用太多 今天做个两张南电就好 两张南电做到的 今天就有机会赚个2万块 开开心心的 又可以放在口袋里来 当然县荣老师要再三强调 你看县荣老师的节目 其实重点不是在看县荣老师 又帮会员朋友赚到多少钱 因为如果你没有付出行动 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 这些跟你其实没有太大关联 所以重点你要看得懂的是 县荣老师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SOP 因为很多人做当冲 到现在都是这么做 每天都是看到股票 谁在急涨 谁有大单瞧紧 就想要去抢 当然行情好的时候 运气好 都可以这个地方赚个几百一两千 哇赶快跑 可是你发现 行情不可能永远都好 像最近大盘稍微做一个整理 你会怎样 一追就套牢啊 你这个地方一套牢 又常常舍不得认赔出的话 就想要凹单等解套 到最后你会发现 行情好赚个几百一两千 行情不好就凹单凹到最后 总有几只解套不了的股票 就让你怎样 受伤惨重 重三惨赔 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行 更不要说每次受伤了 就来万坦 抱怨说都是行情不好了 这运气开始变差了 其实都是在找借口 那再强调一次 一个赢家 你要成为真正的赢家 不要去找这个帮失败找借口 因为赢家会不会成功去找方法 只有输家才是帮失败在找借口 你常常为你的失败找借口 是对你的这个操作 对你要成为获利的一方 是没有帮助的 你要去思考的是 怎样去找到成功的方法 正确赚钱的方法 你才能够真正的 即使这种盘式都能赚到钱 这才就是赢价 对不对 那谢龙老师的方法 我在节目当中都讲过 我们每天按照专业操盘的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攻击盘我们才做短多 碰到整理盘 我们启动短空模式 短多我们会去找大户进货 转长的股票 短空我们会去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在确认转折时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当天进一定当天出 稳扎稳打的方式 来掌握赚钱机会 甚至会员陪尔想问 这地方当从怎么去判断 该先买还是先卖 或者是这地方要先买 怎么样避免说 等到大单急涨了才去追 大部分人都是大单急拉 股价已经大涨了才追高 都晚一步 我们怎样比别人早一步 来掌握到可以先买出手的机会 或是要短空 怎么去找到这地方 可以适合短空先卖 尤其隔日冲大户 很喜欢前一天锁涨停 隔天拉高反手出货 重点是 哪些股票大户出完货 会有转弱讯号出现 怎么去找到那个 转弱讯号出手的时机 这个在最新的会员 专属实战教学当中 都有在教大家 在教我们的会员朋友 那我们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持续在掌握赚钱机会 像今天的南店 不就是早盘出量拉高 散户看到这里 大单敲进就在追 我们反而看到的是 大户拉高之后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短空先卖 对不对 别人在那里追高 我们短空 卖在573附近 杀下去 563以下买回 你看到 这样不就是掌握赚钱机会了吗 不止今天赚啊 昨天我们操作威刚 不也是在利多见报 前一天隔日通大户 锁住掌停板 隔天再怎样 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建议会员朋友 短空先卖啊 昨天一早出手 卖在这地方 947.7的价位 最高有到95.6 对不对 那我卖在94.5到94.9之间平均94.7 后来12点多 是不是一波的杀盘下去 通知大家 早盘均价94.7先卖的微钢 市价92.7以下买回 最低还杀到90.6下去 至少就两块价差 他股价比较便宜一点 可以做个12张 12张昨天也是24000以上 开开心心放进口袋啊 对不对 或是上礼拜我们做永光 同样隔日冲大户锁完涨停 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短空先卖啊 卖完这地方 卖在30.7的一个价位之后 杀下去29.9以下买回 目标29.2也达正 所以至少0.8元价差 做个40张 32000以上放进口袋啊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方法 先判断 先买 还是先卖 卖要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 卖要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这个部分 我们在会员专属实战教学当中 都有在教大家 那为什么要教这些 我再强调 这不是额外要跟会员收钱 我没有额外收钱 我不是要赚会员的钱 每个基频操盘团队的会员 只要是一年期以上 在我们基频操盘团队的官网上面 有个会员专区 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都可以有个人专属的账号密码 除了说每一个月 会有两次的实战教学 另外还有七堂课的 操盘及技术分析的课程 你说你都不懂 我们就从地学的基本功 一步一步的来教会你 这个部分想学的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些东西 能够享受到的 不只是县荣老师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更在县荣老师用心的分享 过去二十多年操盘的一些心得之下 有教育日 大家都能够成为操盘高手 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那我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帮大家找到正确方法之后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持续的要帮投资朋友 掌握赚钱机会 那么如果说投资朋友 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的一个方式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的 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行 共创双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好那接下来的盘式 继续看 当然这个上礼拜五 已经刚刚提到 指数公到17986之后 接下来大盘的成交量 如果能够稳住3000亿以上 而且温和扩增 那指数就有机会 在这里突破17633之后 继续往18034来做挑战 那只是今天 大盘的量缩下来 只有2900亿出头 跌到3000亿以下了 所以这两天看到 大盘的5日均量 跌破了10日均量 量的趋势 有点这么转弱的一个现象出现 这一点要去小心提防 量不能够继续转弱 所以如果说要继续往18034高点来做挑战 那么你会看到量的趋势要转强的话 接下来多方攻击量 要回到4000亿左右 那3800 3900 4000亿左右 那是这地方 指数就有机会再攻上去了 所以接下来能不能够补量是一个关键 当然这个补量也不能补得太凶 万一说大盘冲过了18034 然后又出现一个爆大量的走势 异常爆大量 那个可能就会有过热的一个走势危机出来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操作 的确这里是要比较谨慎一些 当然指数还是有机会往18034来做挑战 只要补量上来 量缩整理 再补量上攻 但是毕竟现在指数 你说突破18034 也没有很多 对不对 还是在历史高档的位置 那更要提防 明年这地方FED 现在市场都预期 可能六月份就会升息 那万一说 这地方通膨的压力比预期更重 可能提前升息 这种状况出来 那可能美股随时就反转下去了 对不对 那更要提防 中国大陆最近动作频频 开始针对台商 哇 查税啦 这地方罚款啦 说这地方 谁对台独有资助啦 那会不会很多台商 到时候被扫到台风位 我们都不知道 这种状况之下 我只能说 赚钱机会要把握没有错 但是风险意识 绝对还是不能少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要赚钱 我还是提醒 对于大资金的投资朋友来讲 这里不要去乱买 所谓的不要乱买 记得 不要去碰 筹码在散户手上的股票 不要去买 那种产业趋势向下 报价在下跌的公司 所以像今年七月份 六月七月的时候 一堆人在欧运航运股 因为那时候航运股很会涨 很多人就跑去买 我们提醒大家 当散户一窝风抢进 然后呢 大股东在大局的申报转让 那股价就已经差不多到高点 不要再碰航运股了 那也提醒过大家 铁矿沙 散装航运 货柜的价格 都已经高档开始出现 松动回跌 警惕趋势已经在变了 就不能再碰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后来 指数虽然现在涨到一万八 六月份 七月份去买航运股的 现在都还套牢在高档 可能都还涨个一倍才回得去 所以你要了解 我为什么说不要碰筹码在散户手上的股票 不要去把产业趋势下滑 报价在下跌的公司 好 那当然那种投机股 只靠题材炒作的 我们更是不碰 那我们要这个地方 如果要做波段 尤其大资金的 最近有些人说 那只是做当冲 可是还有很多钱 想要做一些波段规划的话 那我只会建议 我们锁定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当中 有竞争力的公司 当低档大户进入转强讯号的时候 买在起涨点 那像这个月初 推荐大家522的全讯 也就是在这大家都在 哇说这个 谁有第三代半导体题材的时候 他早就深耕这块化合物半导体 就是大家所说的 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 已经很多年 提供的是整体的解决方案 从上面的晶圆的设计 制造 封测到系统的模组 都能够提供给客户 品质量率是领先业界的 最难的军规 军用的规格 航台的规格 这都是品质要求最高的 他都做得出来 更不用讲 现在需求量大的 5G 距地台 低轨卫星等等 在这些需求带动之下 产能已经都大大满载 公司也积极扩充产能 订单也都掌握在手中之下 这个明年产能开出 业绩就是要大幅度成长 这样的公司 我们就建议大家 可以买进波段持有 你看到这月初 从178块以下 建议大家分批买进之后 现在已经冲高到多少 这礼拜最高来到234块 指数这礼拜稍微拉回 他还在创新高 收盘今天收在226.5 所以从178块买进 中间208块 我们也提醒过 因为有隔日冲大户搅局 会有大幅度震荡 所以208块以上有卖过一趟 等压下来 这地方183块以下 再把它买回来低接 所以这一个 上一趟赚了30块之后 压回来低接 到今天收盘226.5 又40几块了 两趟加起来70几块的价差 10张下来 现在很多人已经70几万了 还在继续赚 当然急奖的创新高 不要去追 要买也是拉回找买点 那我们只会胜选 在产业趋势向上的股票 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 还包括了 这个最新一档 这个上一代有跟他提醒过 这家半导体设备商 包括现在最夯的 NVIDIA AMD 翔硕 日月光 这些一线的晶片设计 或是风测大展 通通都是他的客户 而重点 上半年在产品调整之后 新产品开始陆续完成验证 10月营收 创了历史次高 第四季就有机会创新高上去 重启 业绩的成长动囊 那现在在整个绘图晶片 高阶处理器 还有5G晶片 需求强劲之下 产能的加动率 也是达到了满载 所以公司也在积极扩充产能 订单掌握在手中之后 明年订单 这个新产能一旦量产 业绩就是进一步的 大幅度要升上去 所以股价在低档 人家投信都在卡位 我们也开始建立会员方 把劲拨断持有 前阵子都在370元以下持续布局 最低前天都还要到362 今天股价指数开高走低 它已经逆势大涨了24块上来 收盘已经来到390 开始发动了 所以你看 油业机成长性的股票 产业趋势向上的股票 指数虽然震荡 真的还是有机会上去 那我们要找 就是找这种 这个精选的潜力股 这是针对大资金 有这个波段规划需求的 那对于小资组来讲 仍然提醒大家 不要在这地方 这个 跟他all if in 拼下去 采取风险最小 但是又能够去掌握赚钱机会的 快打当冲作战 这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讲究的是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有赚没赚 一定让你空手 这样才能够风险降到最低 高枕无忧之下 掌握赚钱机会 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 我们还是帮你把握 像今天8046南店 如果跟着我卖在573 补在563 10块价差 两张就2万块了 轻轻松松放在口袋 有赚钱机会 还是把握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但无论如何盘后空手 这样就不用害怕 美股大涨完 会不会突然哪天 真的大跌啊 我们不用担心 这样才有生活品质 早上今天跟着县隆老师 赚到这地方8046南店10块价差 开心的放进口袋 下午去逛个街 喝个下午茶 晚上还睡得薄薄的 安安稳稳的 不管美股怎样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 你会看到非常的低 因为我们是快进快出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对不对 攻击机会来了 我们就先买 整理盘了 我们就先卖 盘后空手 重点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不用担心股票抱在那里 越套越深 越赔越多 最后变长期套牢 变成重伤出场 不会 对不对 也不用担心 放空会不会融卷搭增 被主力发现 故意拉上去 嘎上去 最后强制会补在高档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盘后空手 这些都不会发生 风险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让你快速累积财富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跟赚钱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投资宝想做当冲 可是没时间看盘 更多投资宝做当冲 没有正确方法 只会永远的追追追 买买买 赚个几百一两千就跑 一赔就赔个几万块几十万的 赚小赔多 方法错了 不要再用错误的方法继续赔下去 那才是最贵的学费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有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极品操盘团队 每天按照专业SOP操作 攻击盘 像我们上礼拜做联勇 大户洗完盘再度进货 先买后卖 8块价差 3张24,000放进口袋 整理盘 今天南店 先卖后卖 这地方 573卖 563卖 10块价差 2张2万以下 开心入带 多空都有赚钱机会 不只今天赚 昨天微钢2块价差 12张也是2万多 上一次永光也是先卖后 0.8元价差 40张3万多赚起来 这就是我们赚钱的方式 如果投资码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子赚钱方法 更认同县荣老师 这样子每天坚持 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来的时候 一起来找我们 一起来征服湖海 共创双赢 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更大不顾 极品超盘团队 由河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认同县 恰认同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 嘎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部 好看 我在家啦 举起身装运达头部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 APP 获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解采 再提醒大家一次 大潘指数现在在 18000点的历史关前震荡 连续几天量缩整理 当然接下来 如果能够再补量上来 回到4000亿左右的 多方攻击量 指数就有机会 整理之后 再往18034来做挑战了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毕竟现在大潘 已经是在历史高档 风险意识绝对不能少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操作务必还是要注意好风险 大资金的 记得不要去买什么投机股 我们胜选产业区 是真正向上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好股票 这种精选潜力股 像之前的全训 这地方已经大涨了 超过70块的价差 新黑马今天也涨了 二十几块上来 那接下来小资组的话 仍然建立大家 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这才是你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每天提供的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会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该先买还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价 简讯通知你 没到价 需要修正的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 就是这样操作方式 今天8046的南店 有没有 一早发现冲高上去散户抢进的时候 大户拉高完 翻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我们就短空先卖 一早建立大家 573附近短空先卖之后 顺利的这地方杀下来 如我所说 早盘出量拉高 下半场就多杀多 通知大家 这地方573附近短空先卖的南店 563以下买回 入贷为安了 所以这样子就是10块以上的价差 因为最低来到561 两张就是2万块左右 又开心的入贷 如果说投资 认同现龙老师这样操作方法 也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来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来实现你人生梦想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认同现龙老师操作理念 更认同现龙老师 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的 缘分到了 欢迎大家指名加入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骨海 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 通寻死的是 03.6201-8201-8201-6203